我想问你个问题 怎么了 冰冰老师 你为什么这次会来参加《尼好生活》 我在当大家的这个 摄影小助理的 给大家拍一拍视频 我觉得挺好的 然后我还有个问题 为什么我的节目 这些情谊里不来 这肯定是因为 有非常复杂的档期原因 那个时候可能我们对于 这个 我们自己的视频 还非常非常的着急 理由可能有 主持人不够吸引人 以及某某其他的原因 确实冰冰老师 你们说过那个节目 搞得咋样 你看你都没听过吧 不是 我是 说不定搞得不咋样 经常看能上首页 但是我确实平常 节目看 从来没有看过 没有 没有 所以你有看我们的新视频吗 我早上敢看 但我还没看完 然后就出来了 就你做那个网站的 对 我们新视频太长了 下次别人再催你 为什么不发视频的时候 就给他们看 就在录这种无用的节目 我觉得我们节目非常好 我们节目非常好 我觉得天气也很好 风景也很好 然后我们还能听到 我们这个冰冰姐多好 还有两位亲爱的 对 还有我们夏老师 晓妮老师 也不知道这两位中年男子 现在一大早上跑到哪去了 到现在还没有见到他们